格式化的範圍 快速做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 剛剛講的邏輯不是合格不合格 兩重而已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ABCD 可是ABCD的話怎麼做 OK一樣嘛 插入函數 那我們一樣用什麼 用邏輯裡面一幅 一幅什麼呢 一幅這個儲存格 如果剛剛是大於等於60 不過現在呢 我先 從上到下 大於等於80 那應該是什麼 如果他大於等於80 如果為True的時候那應該是A 可是為False的話呢 那就有可能是B 有可能是C 有可能是D 因為他小於80分的話 BCD都有可能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一幅裡面其實還可以再放一幅 也就是說你可以先 有點像撥洋瘡 你先撥第一層之後 再撥第二層 再撥第三層 一層一層的 他可以很多邏輯 有點像巢狀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 特別是說我先抓A之後 在這個False BCD 如果還有三個 沒關係 你優標放這邊之後 請你再到 插入函數的地方 有沒有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再插入一個 一幅在這裡 不過如果新版 其實從這邊 插入函數 他可以放到 但舊版不行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什麼 第二次插入函數的話 第一次從這邊 插入一幅 如果第二次以後的話 第二次以後的話 請你從這邊 插入他會幫你把這個函數放到這裡來 然後你只要在 設定第二次 第三次 大概三次就可以 好 那所以 優標放這邊 然後再插入第二次的 邏輯判斷 你會發現 他會幫我把這個 第二個一幅放進來 那邏輯的話 一樣 這個成績 如果 大於 等於70分的話 因為 那個80分以上 已經被A用掉了 所以剩下 就是80分以下 所以他是 80分以下 到70分 那應該為True的話 應該 就是B 那剩下 C跟D 一樣 有不要放這邊 再點一下前面的一幅 他會把這個一幅再放進來 再做一次判斷 有沒有一幅 那剩下就是70分 也被用掉 大於等於60分 那剩下就是為True的話 就是C 那為False的話 那只有D 所以 ABCD 就做完了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 其實公式 完成就是長這樣了 你按個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ABCD